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们平安 在中国人是非常有福气的一群人 为什么呢 特别是我们在美国的华人 我们过完了美国的新年 从感恩节 圣诞节到新年 紧跟着在二月的时候 还有一个新年要过 在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 总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除旧不幸 除旧不幸 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能够借着我们之前讲的话题 紧跟着在2021年的时候 让我们来除旧 来不幸 2020是一个苦楚的一年 在我的周边 有的人失去了亲人 在我的周边有人失去了工作 也在我的周边 有人因着疫情的关系 而认识了耶稣 所以凡事都没有定数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面 却是让人重新认识神 在这样一个大疫情的中间 让人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这未尝又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做新事的神 如果你真实的有这样的经历 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刻 向神献上感恩 前几天我跟我的姐妹 我说我们这一年不知道怎么样的过来 因为我们整个过去的生活的模式 完全颠覆性的改变 在家里工作 孩子在家里读书 吃的食物用网络 order定了以后 请他们送过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代 这是在人能够明白了解 而实际经历的情况之下 可是我们是不是试着去看一看 神在这个时候 他要把怎么样的一个新的东西 新的事情 新的意向 新的启示 放在你和我的中间 在过去的时间 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思考这一方面的问题 今天不再是 我们跟教会 到教会去听牧师讲道 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在很多网络上面 可以看到 听到 但是人 跟人的相处 我们要重新来学习 重新 在我上一集里面 我就讲到 亚伯该隐的问题 所以当亚伯发生这个事情 有一个问题就产生 当我们在分享这个 跟家里人在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 还就问说 他怎么知道 他怎么知道 人会这样子会被 杀死 人是不会死的 亲爱的弟们是什么 我们处处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挑战我们的神 神冤在神 主必报应 今天 在2021年的时候 中国的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 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 回到神的面前 这句中国的话讲 就是我前面说到的 除旧不新 让我们把我们心中 在过去一年 同样的 神不喜悦的 我们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 说了神不应该说的话 我们因着嫉妒产生恨 造成别人 对别人的不高兴 我们有各样的事情 在我们过去的一年中 还是在发生 可是让我们重新的 在中国的新年的前夕 让我们把这些东西 把我们心中 所有的不洁净的 神不喜悦的 不蒙神祝福的 我们统统把它整理出来 我们一一的来对付 这是我们今天 在这个时候 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下一次的分享 是在2月的15号 所以已经进入了中国的新年 首先 愿神福悲满意 临到您的家庭 愿神的祝福 实时与你们同在 我们也要学习 与神同行 今天的世代 就是这样子 人还是 当诺亚的时代 人是大吃大喝 大买大卖 婚嫁 就在那个时代 都在发生 可是神的脚步 确实 神的时间是一直往前推的 神时间就越来 如果他有一定 他预定的时间 什么时候到 那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缩短 门徒问 神说什么时候来 没有人知道 只有父知道 我们既知 这个事实要发生 我们既然知道 这个事情是必定发生的 那我们要如何 来准备做这个事情 在今天 很多的教会 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让 神来的时候的那个白色的 那个大的审判 在那大而可谓的审判的里面 让你我能够 树立在神的面前 没有惧怕 让你我在神的面前 可以交账 2000的 5000的 我们常常把很多的工作 认为这个服事 那个服事 对我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都重要 但是我们先回到 那一个起初的 的根基上面 在我上一次讲的结局 我讲说 结束的时候我讲说 在这个大疫情的中间 有些人得救了 因为他真的看到没有盼望 但是却看到一些基督徒 在 患难中 有重生而来的大喜乐 保罗在狱中写信给 教会的时候 你们要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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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所有的 一切 神都已经预备好在那里 这是我们今天 在 中国人的新年之前 我们来分享 这样子一个 的事情 就是用 除旧不新 让我们迎接中国人的 新年 我希望这个时候 无论 在美国 在中国 在台湾 各个地方 的疫情 能够因着 神的怜悯 也因着神的悔改 能够降低下来 也 也借着这个时间 让我们有更有机会 能够将神的福音传讲出去 首先 在我们讲 除旧不新的过程当中 的题目当中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该隐因为犯罪 被逐出 不能再见神的面 最终他被地狱的烈火 所焚烧 好 在这里头 我们就谈到 今天的父亲的角色 父亲 要怎么样 和妻子 维持一个完美 神祝福的约 的一个婚姻 在这个大的环境下面 来带领 教导我们的孩子 在 特别是在真言 我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特别将真言 总共有31张 如果有机会 一个礼拜一张 你把它读完 一个礼拜读两张 两个晚上 来分享 因为我们现在到了晚上 没有地方可去 我们把心静下来在 在家庭里面 将真言交给孩子 因为那不但是教 让孩子明白神的话 遵行他的话 也让我们自己 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 得见照 正言29章说到说 管教孩子的 使父母终生平安喜乐 但放纵孩子的 将要羞愧 就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看到 要用怎么样的一个方法 用什么样的智慧 来教导孩子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孩子要在疼爱里面 在被教导里面 然后他才能够用在爱的里面 回应 孝敬尊 尊荣父母 所以当我们在 谈论 孝敬父母这件事的时候 不是把矛头都指向孩子 而是我们这些 为父亲的 为母亲的 要如何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明白 整个 这个事情 所以 这是我们今天 继续要找 那 很多 在我在 分享这些话题的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就问我说 那怎么办 他不听话 他非要这样子 我能用打的吗 我可以打他吗 可以修理他吗 在美国 因为讲平等 所以我们不可以修理他 但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同时一起读圣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不忍用杖打孩子的 圣经上讲的 这是神的话语 他说 如果你不忍心用杖打你的孩子 你就是任凭他死亡 如果你的杖 做父亲的杖 不管教你的孩子 你如果不管教他 谁管教他 谁带领他 我想孩子就到了魔鬼那里去了 这不是我们随便在讲 开开玩笑讲的一句话 不是的 当我们不管教 用这个杖 神给我们的杖 杖就代表权柄 当我们不用这个权柄 来管教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就任凭他 这个很可怕 会发生事情 真言也在真言29章 当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 孩子就笑 他说杖打和责备能够增加智慧 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 反管教的是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觉得痛苦 后来 却为那经历过的人 结出平安的果子 这希伯来书12章11节讲的 不可不管教孩童 你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 你要用杖打他 就可以救他的灵魂 免下阴间 神把整个的事情的关系 前后的关系 清清楚楚放在你的面前 放在我们面前 教导我们怎么来 来快乐 因为这个孩子属于他的 是他的产业 但是我们 该要做的事情 不做 不 这严肃到一个死 严肃到要吓到阴间 说 弟兄 Steve你讲话可能太严重 不至于吧 不 我要跟各位讲 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到海边去玩 海边去玩 在我当时有一种叫做 风狗浪 就是突然这个浪 潮水就下得很低 再上来是偷天大浪 一卷走 一年在我们那个海边 大概十几个小孩子 要死掉 我回去 我回到家 给我附近 就狠狠地用那个竹竿 打得不走 我到海边去 为了什么 为了救我的命啊 管教的时候 不觉得快乐 当那个竹竿打在身上的时候 是很痛的 竹棍也好 吞条也好 打得很痛 但是经过后来 再想想的时候 哇 我们听到隔壁的孩子 或者谁的 谁的 就被浪卷走以后 有发现 平安的果子就结在你的身上 这是第一个 在这个同时 的反应面 就是做父亲的 要怎么能够成为孩子的模仿的对象 我们同时教学相找 当我们同时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让神的灵 也来光照我们自己 我们在哪些地方 我们做的是不够 也求神光照我们 哪些地方 我们需要要做得更好的 比如说 不要 特别疼 哪一个孩子 就说 在这里面有些事情是 父亲可以做的 跟父亲不可以做的 父亲不可以做的 相对的方面 就是父亲可以做的 我来分享一两样 那在这里面呢 就讲说 因为 你们做父亲呢 不要惹 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 和警戒教育他们 那我们呢 对 儿女呢 不要过高的要求 不要过高的要求 第一个 也不要 过度的 呵护我们的儿女 然后呢 也要 不要有不合理的 这个体罚 这时候有一个不要偏爱 当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 约瑟 从小 受到父亲的溺爱 关爱 父亲特别为他做了财 我们再回来看到 约瑟的父亲 他有 同时 有四个妻子 在这个中间就造成 因为父亲的溺爱造成 约瑟的一生 在奔波在外面 当然最后 因着神的统战 所以 他能够 度过 他的风窝 再来呢 不要吓孩子 不这样子 你就怎么样 我把你关到门外面去 什么这些事情 不要吓他 那 负面的 这些 话语 都不要质疑他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 人的心 是一个转念 好跟不好 是一个转念 那当我们讲说 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反向 就我们应该 要怎么样来 爱我们的孩子 爱我们的孩子 的彰显是在 你跟妻子之间的关系 当你跟妻子之间 那个爱的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 孩子就知道 这一份爱 是多么的需要在这个家庭 所能够被建造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今天讲的 是我在过去的时间 我总结一下 在疫情过去当时 总结的时候 就说家庭 在这个家的里面 在这个屋檐的下面 我们必须要有 属于家的一个祭坛 在这里面 要有一个属于家的祭坛 让孩子在这个里面 根据我们所讲的 圣经的章节 所要求的 律律典章法则 让他先在我们的身上 成为他们的模样 这是 这是 总的来 要分享给大家 能够走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还是走到回去 我们再继续呢 我们就讲到说 在这个新年的时候 如果在我们的心中 有感应的 这种 忌妒 不平 愤怒 不饶恕 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让我们 把这些事情 求神的灵 神 与我们 每一个人同在 在 中国人的 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 我们 我们 试着 也来到神的面前 把这个帐交开一下 试想一下 试问自己 在过去的时候 我有哪些 忘记的恩典 神给了我们 每一个人 有非常多的恩典 我们试想上 有没有 忘记的恩典 如果我们有 那个 忘记的地方 求神 按照他丰盛的恩典 带领我们 进入到那个丰盛的里面 这是第一个 有没有什么忘记的恩典 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恩典 怎么样能够分享到 其他的人的身上 我们一起进入 神 所为我们预备的以法联 饶恕是一个很大的功课 饶恕是一件很心 让人的心 无法安静的一个功课 没有办法饶恕 因着 对人的不喜悦 而产生的后果是 断绝到人跟神的关系 我事情上说 当我们无法跟妻子 好好的相处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是不被神愿拿 求神帮助我 让我们真的明白 神是怎么 带领我们来走 这样的一个路 所以在年末的时候 试想一下 试问一下 我们有没有忘记神的恩典 如果有 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 求神继续引领我们进入他的风筝 我们有没有 不能够饶恕别人的事情 我们求神这个时候 圣灵 来教官我们 让我们把这个没有办法过的关 交托摆放在神的面前 因为 如果你把那个除去 我们在新的一年 要如何来迎接神新的供应 神新的引领 神新的启示 因为这个关系 必须要在新年的里面 让我们重新来修复 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能够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 我们的神 很多时候 为着你和我 忧伤 挂心 让我们 造成我们的不明白 因着人 的悖逆 因着人的罪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不是开玩笑的 时间很近 因为整个大地 都要负上 神 审判的代价 所以 选择 饶恕 让自己 成为别人 恩典的管道 如果我们真的有 过不去的 闯不过的关 我们回到 彼此 来认罪 来悔改 让神 丰富的恩典 成为我们的管道 把他带引到别人的身上 还有一个就是说 在 这个 饶恕的过程当中 我们确实 也看到 也明白 这个 不饶恕 是一个苦 今天很多的科学证明说 在 人的不饶恕的里面 我们常常会产生 身体的疾病 我常常记得 保罗说 你要喜乐 要喜乐 即使在大患难里面 大患难的时候 你要喜乐 这样真的 今天我在讲这个时候 可能你会觉得说 弟兄 你 可能没有在那个环境里面 所以你可以 用这样轻松的口吻来带你 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背后 每个人的背后 所隐藏的 所隐藏的那些内份 负担 我们都不知道 都督神知道 我们所背负的 只有他知道 所以当我们 把这个苦毒 从我们的身体里面 移开的时候 你不但得造就 相对的对方 也因着你的饶恕 一起能够进入神 丰盛的 恩典的里面 最后 我大概用 一个祷告 来作为我们今天的 一个结束 让我们 闭起我们的眼睛 在神的面前 按在我们的心 因为 像是有新生的 心中所产生的一切 是都会表现在 我们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这个时候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 观看这样 这一个 节目的时候 我都求神的灵 与我们同在 求神的灵 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向天上的父 来献上感谢 主要若不是你猜你的爱子 为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就无法 和神 能够恢复 关系 主要在这个 新的一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无论 有什么样的事情 在我们中间发生 主要我们都求你 的爱 来浇灌我们 让我们的心中 完全的没有恐惧 完全没有的 没有任何的 苦毒 主要求你宝血再一次的捷径我们 主要求你宝血再一次捷径我们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 转向回到神你的面前 主啊你是我们的主 这个时候 我们将我们各在地上所有的需要 我们将它交托在神的手中 主要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主要你为我们预备 那眼睛耳朵 人心未曾想过的 因为你是 爱我们的神 主要我们这一次再一次呼求 我们将整个 所有在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交在神的手中 主要你居首位 掌王权 主要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一批人 继续在2021的时间里面 继续往前去 主要我们要看见你的福被满意 我们的福被满意 也看见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 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主要让我们有一个预备的心 来迎接神你自己的到来 哈利路亚 我们将我们自己再一次 放在你的祭坛 求你来保守 求你来眷顾 我们将个人的家庭 事业 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建造 也交在神主在你的手中 哈利路亚 我们将荣耀颂赞 都归给你 主要求你催定我们祷告 我们将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祈求 阿们 谢谢弟兄姊妹 我们 短短的几十分钟 没有办法 完全的传达 但是 一句话能够让你改变 一句话能够让你得到 让神的话 进入到你心中 神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